很多朋友都会问 为什么买了新的 Osmo Pocket 开箱后 不能立即使用到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帮 Osmo Pocket 做 Activation 启动的程序 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 你订回来的 Osmo Pocket 就是一个白色的盒子 里面就装着你的产品 咳咳咳咳咳咳咳 好了 开箱后 你会看到一个 Osmo Pocket Osmo Pocket 有两个保护的贴纸 亦都有保护套 保护套里面 就知道保护套里面有些什么 有我们伟大的 Osmo Pocket 说明书 有一条很重要的充电线 你会看到有USB-C 接触 另外一个就是iPhone Lightening 接触 这个 Osmo Pocket 基本上 可以独立使用 我们现在先看看 当我们订阅了保护的招式 第一次就需要充电 但它本身也有点电量 这里需要插一张 Marco SD 卡 让它可以将你拍摄的影像 记录一张卡 我们有两个按钮 一个就是绿影 另外这个按钮就是开关 我们按住开关键 它就会要你选择你的Language 我们就是touch screen 可以选择日文、德文 我们选择繁体中文 或者选择英文也可以 我们选择繁体中文 好了 它就会写着 设备未激活的 设备未激活的 即是说 现在是做不到东西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做激活的程序 我们先关键 先把这个按钮 把这个按钮 然后把刚才 iPhone Lightening的按钮 这样插进去 好了 接着我们用iPhone 你先需要把它 按钮了DJI Mimo 这个App 好了 我们准备好这个 osmo pocket 未激活的osmo pocket 和按钮了DJI Mimo 的iPhone 把它插进去 就是在尾部里进去 就可以了 它就会自动连接 DJI Mimo的App 它就会有个Agreement 问你同不同意 按同意 我们按同意 它就会写着激活 激活osmo pocket 就直接进去 接着就保持连接 就是获取信息 我们全部都是 接着下一步 如果你已经有户口 譬如之前有 就已经可以激活到 如果你是未有的 就按切换帐号 或者开个帐号 都是免费的 就可以把你的户口 连接 这个 用来激活 这个osmo pocket 我们按激活 现在就是激活钟 途中就不要动它了 激活成功了 也有一些短片 教你 使用前 就是要更新的画面 最新的画面 好了 还有一个视频教学 因为我们都有视频教学 所以你可以自己看也行 不看也行 跳过去 好了 基本上 现在就叫你下载这个 的画面 就是我们叫固件 国内 大约有51MB 好了 下载完 就问你是不是安装 按照 按照 保证 把SD卡有位置 其实 在更新的画面 你需要一张SD卡 将它下载了 才可以更新的画面 下载完这个画面 就可以安装 到osmo pocket 都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记住 第一次开箱的时候 就记住要有 Macro SD卡 以及要充电 不是一买回来就能用 都需要少少时间 做这个激活 和升级 其实当升级了之后 大家教学都会分享 无论你独立一个osmo pocket 也好 你这个 连电话用也好 其实都没问题 最重要是 你两个都知道 分别和如何操控 好了 当它差不多 到尾声的时候 它的镜头都会自动摆动 这样移动 我就说到最后 就会升级成功 那你的osmo pocket 已经可以使用了 你会见到 连着手机的时候 已经有画面 好 当我们拔走它的时候 其实独立一个osmo pocket 就可以拿出外去使用了 这个就是第一次 开箱和激活的程序 希望这条短片 帮到你们去明白更多 Hello 再一次多谢大家收看我的 YouTube Channel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想法 甚至是问题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和按接收通知 我是Tiger 期待我们可以下次再见 拜拜